咱们先规划建铁路的材料给它建厂 铁路咱们得建高一层 这一层就是走车的 你的意思是底下这层咱们没事可以流动 再上一层才是火车是吧 我要造两个火车材料流水线 是造两个是造几个 所有火车材料每一个都给它造一个厂房 我们需要大量的火车材料 点这个进去看这个剧透地图 材料进在什么地方 挺好我先规划几个小厂区 沙漠这有什么 给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沙漠这有点贫瘠啊 不行我怎么打不开这个东西 翻墙了吗 没有 所以呢 算了不不看了自己探吧 要么你给我 我跟你说需要什么框 咱们再说 嗯 等一下我先看看它 就是造火车的这个站呢 还有这个火车啊 还有火车线呢 都需要什么材料 嗯 我们把每一种材料 都造一个厂区出来 火车系统 火车系统太帅了 应该造火车系统 其实是上山的中心 把那种资源拉出来 嗯 你的意思是开到山里 是吧 沿海这 那可得高啊 对 造斜块 沿海这 其实并没有什么 特殊的资源 我们需要一个电脑厂区 嗯 火车需要电脑吧 先修电脑厂区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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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塑料是吧 我们拉个整馅出来 就是效率最高的内容 电脑肯定需要塑料的 靠绿图 现在打开效率图 这个效率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比如说第一个那个 电脑的那个 就是最最最朴素的那个电脑 嗯 4倍速度应该是40 但是它往外铲的时候 可能去开机子的时候 应该得开好多个 嗯 然后就可能是开了一共多少份呢 就是 就是 40份嘛 有18份分给了 直接分配给了电机 有22份分给了做螺丝 对吧 嗯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效率图 嗯 它这一个矿应该就是一个机子 就整这个吧 对对这是最高效的 就是大概得多少个机子 嗯 你数一个矿就是一个机子 4倍矿 哦不是 我是4倍4倍4倍的那个挖矿机啊 嗯 咱们要做的是什么东西 计算机 我现在做计算机啊 我们现在做计算机 计算机 有点看不清楚 看一下 往下往下翻放大图 这是什么 铜矿 这是什么东西 铜矿 铜矿铁矿还有那个是中间那是油是吧 啊 石油 哦 那你找一个铜油铁集中的一个区域 我们把这个工厂给它造个完美效率出来 你那个计算机激励应该是咱们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工厂 这个铁矿也不往家送了 铁矿有18.75 好 这个是做螺丝 对对对 看一下供电啊 原来面的扩张 感觉供电还行 解决好像一天先解决供电问题是吧 供电竟然还行 嗯 没准确实在不行把这个先掐了一下 是30乘以3是90的体质 好了希望一切顺利吧 嗯 看这样难 我先呃先满速开着 然后等生产线建造起来 然后再调调这个速度 那你的比例得对 嗯 比例只多不少 忘了 电缆已经上货了 好 齐了 造计算机的这四个材料齐了 螺丝塑料 电缆 铜丝 标志真高 嗯 制造器 这场地好像修的有点过大 就放一个制造器太空档了 电缆管不太装得上 我这计算机已经步入正轨了 我去找你上营药